嗨 各位大家好 我是二哥 我現在站在中立的復興路上 跟大家直播 因為我要讓大家在白天的時間看到更清楚 民進黨是怎麼幹的 只因為蔡英文要來這邊中立造勢 然後這個封街 復興路這一條街 但是呢 重點 我們這個桃園市政府鄭文燦用明子明告的錢 去幫他們要造勢的場地 重新鋪過柏油路 鋪得平平坦坦的 然後連線 斑馬線 雙簧線 停車線 都全部的重新求棄過 弄得漂漂亮亮的 只為了他們民進黨造勢要用的場地 而且這是馬路 很誇張的是 復興路他這一節呢 他們封街這一節 他才鋪 其他呢 都沒有鋪 我要讓大家在白天的時間看得更清楚 蔡英文是皇太后嗎 然後鄭文燦你是在拍馬屁也拍過頭了吧 那重點是拿著我們老百姓的錢 還有市政府的錢 來替你們民進黨造勢的場地來鋪馬路 這個才是重點 好不好 讓我們看看 民進黨他們是怎麼幹的 怎麼樣子糟蹋我們老百姓的錢 來給他們這個自己的造勢來鋪路 這個 鄭文燦也很會拍馬屁 反正錢也都不是他的嘛 民進黨執政不都是這樣幹嗎 反正拿著錢去做人情 拿著錢呢 去捧這個蔡英文 然後蔡英文這個皇太后呢 你看 明天要來而已 你看他 我讓大家在白天的時間看得更清楚 他們是怎麼樣鋪馬路 連線都重新畫過 走 Let's go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從這條路 這叫復興路 這叫復興路 復興路來 我們看一下復興路 他從這邊 要開始一直封街 封這條街 封到那邊 那我最重要一點 跟各位看一下 現在白天看得更清楚 就他場地要用的這地方開始 黑色的部分 那個是白色的舊街 從來沒有來鋪波 那只因為他要來造勢 你看 從黑色這個地方 這個 橘色這個錐開始 你看這些馬路很明顯的 這邊開始鋪平 好 重新鋪柏油路 來看一下 連這個斑馬線都是重新畫過的 你看現在他們 開始在搭舞台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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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 你看 這文燦是用我們老百姓的錢 市民的錢 你看 來鋪他們的場地 這太誇張了吧 只鋪他們封街這一條 這一段的這個馬路而已 你看 封得很平 你看 這都是我們老百姓的錢 看到沒有 這個封到一邊 到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紙鋪到這一邊 這邊都是蔡英文要來用的場地 連線都拿來畫 各位看一下 這個線 重新畫過 然後這邊呢 是中央西路 中央東路跟復興路 你看這邊 從來沒有鋪過馬路 大家看一下 這是用我們桃園老百姓的錢來鋪 民進黨造勢就是這樣幹 大家看到了 誇張嗎 蔡英文是皇太后嗎 你看一下 鋪得平平的 只因為造勢活動 太誇張了吧 可以看一下 這住中立的人應該都不陌生了 前面就是圖書館 前面是圖書館 然後這條馬路我們看一下 鋪得比平的 從來沒有鋪過 只因為蔡英文要來造勢 請問你一下 民進黨還有鄭文燦 這些錢是用誰的 是用鄭文燦你自己的錢鋪的嗎 憑什麼用我們老百姓的錢 來幫你們民進黨造勢的場地 來鋪馬路 請問一下鄭文燦好不好 大家也可以去請問一下鄭文燦 憑什麼 好不好 這就是民進黨 看看連這個線都在重新畫過 你看 哇 太可怕了吧 你看 你看 你看我們這個蔡英文 像皇后出巡一樣 你看 不但馬路鋪的 要比平的 連旁邊的線 你看 這些線都在重新畫過 你看 我們的這個鄭文燦 你看看 這次他要辦活動的場地 就這個 封路完畢 一直到那一段 才鋪路 只有這一段在鋪而已 一台一台游覽車來了 這也是游覽車來了 領隊的人員可能在 在登記吧 這個招牌 車到了 還有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 一台一台游覽車 現在 魚罐的下車 他們動員來的游覽車 這邊又有一台來的 你看 這些都是他一台一台游覽車 都剛才到了 在中立的中央公路 你看 小英的 造勢場合 他們的游覽車 事實上你看他游覽車裡面 也沒有完全坐滿 他現在這一台在我面前 又要下車了 你看 這就是動員的 你看這些游覽車的畫面 現在 傍晚到了 活動即將要展開 所以蔡英文的場呢 現在動員來的 開始 陸續的來了 現在是 傍晚的五點 傍晚的五點 中央東路上 跟這個復興路上 交叉口 這邊都是他的游覽車 我們看到 這都是 來參加蔡英文場地的游覽車 幾乎佔滿了整個中央東路 來看一下 然後 塞滿了啦 還沒啦 還沒啦 我覺得待會兒會更多啦 會更多啦 你看他們現在開始下車了 這些長輩開始下 動員來的長輩 開始下車 一台游覽車 不過坐幾個 1234567891011 1213 然後剛剛這車長還拿來拍照一下 證明說他有動員人 這我不管啦 你看 但是這些都是蔡英文活動的 肇事現場 周邊中央東路上的游覽車 各位可以看一下 都有 整個游覽車 還有更多 我現在手伸不出去 拍不到 整個馬路都是滿的游覽車 我會繼續再追蹤一下給大家看 我們看 這就是蔡英文 今晚要造勢的中央東路的現場 你看游覽車 動員來的 一台一台的 站滿了中央東路 看到 這也是 現在鏡頭前這個 有些是 剛到 正在辦下車 這些游覽車 一台一台的到了 我們看 這個剛下車的 也是游覽車 載著來 中央東路上 還有更多 因為我這邊招牌車到了 當然也有 中立客運的 看他們 一一的下車 然後領隊帶著 點名啊 帶隊啊 準備往那個 復興路的 造勢會場 他們 這就是他們動用的游覽車 一台一台的到了 現在是 傍晚的 5點15分 他們游覽車一台一台的在中央東路集結 各位看一下 領隊帶隊 帶隊後 到復興路的 現場去 那你看他們現在游覽車一台一台的來了 當然還有更多 我現在因為招牌遮到我沒辦法拍到 待會呢我會下去再拍更多的 現場 給大家分享一下 看一下 這裡是中央東路 我們可以看到沿路的游覽車 一台一台的來這邊集結 這就是蔡英文的今天晚上的場 我們看一下這些游覽車 我沿著中央東路走 這些游覽車都是 都是動員來的游覽車 一台一台的到 站滿了 幾乎站滿了 中央東路 到那邊都是游覽車 一台一台來 現在中央東路這邊 幾乎有一點雍塞了 有一點塞車了 我們繼續看 這些游覽車都是 現在趕到現場的游覽車 動員來的 蔡英文的活動動員了 這麼多游覽車 其實我覺得這只是剛開始 現在五點多 待會應該有更多 那我想這邊可能會 造成嚴重的塞車吧 你看現在都已經塞車了 都因為游覽車太多了 我們看一下 好像這些都是剛到的 他們有舉牌 比如說這些 他們都會拍照的 你看 他們每一個車長好像都會拍照 下車的畫面 可能是回去交差吧 然後他們一個一個的陸續灌下車 這些都是 有些人員下來之後 他們遊覽車就可能開到旁邊去停吧 我們韓國瑜好像並沒有這些動員 就已經是人滿滿的 但是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蔡英文每一個活動都是這樣動員 游覽車一台一台的載 一台一台的運送過來 然後在這邊拍照 你看 流念 代表來過 你看 看一下 看一下 這邊都游覽車 兩路旁邊都塞滿了游覽車 都沒有辦法動彈 中間都開始塞車了 我們可以看到 還一台一台的轉彎過來 還有很多 游覽車 不斷的 現在才 要陸續的到 就已經把 中央動路給佔滿了 這還有台北市來的 各位看一下 哇連台北市都動員了 你看這台北市的游覽車 台北市 新竹的 都來了 都動員 都不只動員 台北 桃園的 不只動員 大桃園地區的 連台北的都來了 這台就是台北的游覽車 我剛剛也看到新竹的游覽車 像這台是台北的 台北的也下來了 所以它動員是連台北地區 新北市地區全部都有動員 不是只有桃園 我剛剛也看到新竹啊 現在這台也是台北的 我剛剛已經看到很多台台北下來的 整個北部它都在動員了吧 都是遊覽車 有台北來的 也有新竹來的 好多喔 小英剛來 還沒有走上台 但是後面這個地方 很多人都在收椅子 都在收椅子 這椅子都收掉了 很多人都在收椅子 現在蔡英文還沒有上台 還在那邊喊小英動算 結果這邊一片 本來這邊都是椅子 現在都收光了 然後很多人都往後走 這邊本來都很多椅子 都收起來了 民建黨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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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椅子都收掉了 這邊本來都是放椅子 民建黨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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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看到 很多人都離席了 民建黨加油 民建黨加油 有些是準備上遊覽車了 那邊也是離開會場的人 那邊也是開始離開會場 他們都準備搭遊覽車回去了 現在小英都還沒有上台 很多人都準備離開了 這是他的現場 現在小英都還沒有上台 就已經很多動員來的這些人都準備離開了 過馬路 我現在是在中央東路的 本來這邊都是椅子 現在都撤掉了 很多人陸續都離開了 我們來看這邊 很多人都準備離開 現在小英才剛講話而已 現在是綠燈了 現在很多人都準備離開 都已經撤了 這就是熱情度的差太多 就像韓國瑜說的 是要民調才是要民心 其實中正就看得出來 那邊遊覽車都開過來了 像你看這對街 有很多人都已經準備等遊覽車要離開了 現在小英才剛上台 你看我走過來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很多人都離開了準備 像有些老人家 你看坐在那邊 真的我覺得還蠻替他們心疼的 像這些老人家 你看他們哪有辦法久戰 這個動員來 真的是太辛苦了啦 這個對角的 這樣這台遊覽車 他們也準備來載人 現在遊覽車一台一台的都來了 因為由 現在蔡英文才剛上台 我們現在看到對街這邊 都是要準備離開的 遊覽車一台一台的來載 這熱情度真的是差太多了 這個自動自發來的 像真的感受到韓國瑜的支持的民心 都是充滿了熱情 你看好多人都在等著遊覽車來載 這些都是要離開的人 你看 那些都是離開的人 這些都是離開的人 遊覽車也開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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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多人離開了 這些都是要離開的 這些都是要離開的 現在蔡英文才剛講話而已 剛上台 這些很多都是六七十歲老人家 那一車一車的再來 其實這個時間八點多了 有很多老人家也真的需要休息 那如果說 這個感覺就真的差好多 你看一批一批人的離開了 現在蔡英文才剛上台 這些都準備離開了 游覽車一台一台一台的過來了 現在游覽車都是來載 現在這邊看到人群都是準備要等游覽車要離開的 其實這熱情度真的是騙不了人 像這一區的人 又要準備過馬路離開 蔡英文才剛上台 其實我講了 民調 做得這麼高 但是從這個 動員來的人 人的表情上 跟熱情上 真的差太遠了 剛好成相反 你看 一批一批的離開 最重要一點蔡英文才剛上台而已 你看一批一批的離開了 然後游覽車也一台一台的來 好多的游覽車你看 大家可以 二哥帶大家來看一下現場 這個溫度跟熱情度 真的差太多了 差韓國瑜的支持者 真的差得太多太多了 這一群人 你看都是要離開的 如果有這個熱情度跟支持的話 應該是 想要多聽蔡英文講講話吧 但是 後面三分 整個全場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整個全場的後半段幾乎都已經撤掉了 現在我看到這邊 本來這邊都是椅子 滿滿的 現在你看 我們來看一下 這椅子都側光光了 都側光光了 我現在走進這個 後段這個地方 本來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地上 都是放椅子的 現在都側光了 我們一定要去的地方 我們聽到有沒有聽到小英的聲音 沒有 都側光了 你看那個椅子 椅子都放到這邊來了 大家看到沒有 這些椅子本來是放在 這個後段這個地方 滿滿的 現在他們都收起來了 蔡英文才剛講話而已 你看看這邊椅子全部都光了 很多人都還是持續的離開了 整個後段都不見了 椅子都不見了 人潮也不見了 我們看到這些人都不斷的離開 後賽不解耶 他們支持的人正在台上講話 為什麼 一群一群的去離開 這個熱情度真的是 從態度當中就看得出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 越來越多人的離開 而且他們的 就像韓國瑜講 在眼神當中 並沒有任何的熱情跟 跟那種 所謂的 跟他民調成正比的感覺 這真的騙不了人 看現在小英正在台上 但是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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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 是正在的地方 這就是我們 桃園發展 黃金 之戰 我們要發展 我們要發展 大家要發展 我們一定會全力提手 一起來建設桃園 讓桃園更好 更發展 下一個好不好 看一下 小英在台上講話 現在離開的人 吵越來越多 看一下 小英在台上講話 現在離開的人 吵越來越多 哇 而且我們各家之化 趕快變成 拍攝 咦?是那一棟嗎? 文化 我們交通 一天 就是要 就是一樣的 照片 看到味道 哇你看 你看 越來越多人離開 這是什麼回事啊 在現實中的制裁 我們還有一個重點 那是因為 在我們過庭 在那時候的執政 我們有國會播述的支持 因為我們國會播放 大家說是不是 我們跟桃園入住 四位獻的地位 在美洲 在國清 哇 看到了 小英在台上講話 台下的人 你看 一直離開 這是往後走 他們都離開 準備搭遊覽車 離開 哇 真的很誇張 等一下 一定會看到一個 這些都是離開的人群 這些都是離開的人群 小英T-shirt 就是 小英T-shirt 就是 小英T-shirt 育炎 家裏 都離開 小英T-shirt 我们天国的幼儿也是个平衡的办法 我们的费用并超过四十条五百元 这个政策让我们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 希望政府继续去做 我们政治健康 我们有非常年轻的妈妈 妈妈在现场请举手一下好不好 我相信我下一个问题回答你会更容易 我看到了很多离开 我跟着离开的人群来继续拍下去 再带大家出来参观一下他们的动员的游览车来接他们 太多了 都准备都离开 后面大半都离开了 你看一下 现在小英在讲话 可是后面 后面都撤掉了 你看这些人都离开了 我跟着大家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的游览车都开始来载了 这种画面在我们韩国艺车场上 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嘛 因为大家是出自真心的支持嘛 所以不会去主动离开的吧 你看这有点夸张耶 大家都急着赶回家了 你看 哇 游览车一台一台的都来载了 你看 大家都往外走 这本来这边呢 都是椅子的 你看 现在椅子都车光光 你看 游览车都来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游览车 哇很壮观 黑压压的人头 都是准备离开的 那边也是游览车 这边也是一整排 这边也是游览车 现在等绿灯 大家要过马路 这游览车我估计 大概至少有 上百台吧 上百台游览车没有问题 看这游览车 到现在你看还有这么多人一直要离开 小鸣才刚讲话而已 小鸣才刚讲话而已 不断的离开 你看 怎么来这一大片 这一节都是椅子 本来这边都是椅子 现在全部测光了 这些也是要离开的 他们都一车一车的 什么后援会 第一车第二车 而且来自台北的都有 新竹的都有 新竹台北 整个北部我看都动员了 新北市 台北市 桃园 新竹 都有 我都看到了 这些都是要离开的 只剩下警察 整大半都不见了 后半段 我再看一下 是不是 就是 让我们大家看一看 还有不断的离席的人 太多了 这边都空掉了 你看这边都空掉了 这边本来 大概占全场的三分之一以上 都空掉了 所以 蔡英文还在台上 你看一下 越走越多人 哇 你看这些椅子都测光光了 本来这些椅子都是 都是在这个 占据整个马路的 现在都光了 都叠起来了 我走了 测 几乎后半截都已经走 走的快光了 从这地方 整个画面本来都是人潮 本来都是椅子 现在都车光光了 椅子都叠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那边坐游览车 在那边坐游览车 那蔡英文 跟赖清德 神奇麥都還在台上 大批大批的這些動員來的人都離開了 可以看到他們還有分車啊 第幾號車 這都還在講什麼國會要過半改革才會繼續 這些都老梗啊 我覺得改革了嗎沒有 只有聽到不斷的批鬥 不斷的肥貓分張 這都是我們看到的 那台上所講的都是一些老梗的話 然後說什麼不要給親中的什麼候選人當選啊 都是抹紅抹黑嘛 都是講這些話 你看這些人 撤的很嚴重啊 幾乎都要走一半以上的時候撤 看他們舉的車牌 每一個遊覽車的 哇 這遊覽車動員真是多啊 可以看一下 滿滿的遊覽車整個交通都癱瘓了 正確可以分享一下 我改 每年的挑戰 早餐很多大陸 大泳 這些游覽車太多了 整個中央東路都幾乎被游覽車占據了 你看這個畫面 這個游覽車大概是有上百台沒有問題 其實我剛才講 其實看到這些老人家被動員來 其實還蠻心疼他們的 有些真的不能久站 像救護車今天就跑了好幾台來 有些老人家真的不堪負荷啦 因為天氣冷 然後又要久站 所以你看這些老人家 真的替他們感覺到心疼 我覺得用這樣的動員 並不是真正的所謂的明星的展現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跟韓國瑜的 場面差太遠了 真的我們韓國瑜的支持者都是自動自發的 每一個人不用遊覽車不用便當 而且這次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都有注意到 他們這次便當都放在遊覽車上 這一點我今天特別注意到 因為遊覽車開起來的時候 看到裡面一大袋一大袋的便當 都放在遊覽車上面 現在這些人都要準備離開了 我這邊有大家注意到 遊覽車MER 遊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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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東路都真的被遊覽車給載具了 看了一下,這場面太浩大了吧 都滿滿的,滿滿的遊覽車 分車,三號車,十號車,各個車 然後這些都是,這是中央東路,你看一下 整個畫面都是遊覽車占據 好啦,以上是二哥在這邊 現場轉播,只是讓大家看一下,這個熱情度真的差太多了 大家還是一樣,加油 直播到這邊 看一下這個蔡英文的活動,結束 都是遊覽車 看一下蔡英文的活動 滿滿的,中央東路都是集結遊覽車 他們現在大排長龍 車子也,交通也癱瘓了 就是遊覽車太多了 他們動員太多遊覽車了,幾乎百輛有了吧 看這些都是啊 這個是在中央東路的,蔡英文的活動現場 結束 還沒有結束,其實他們就已經開始在車裡了 我在現場拍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他們上車的 這些動員來的人 看一下這些遊覽車 看一下這些遊覽車 這就是蔡英文民進黨的廠,都是動員 上百輛 而且每一輛遊覽車上面都有 很充裕的便當提供這些的 這些我也在中立 現場 跟大家 分享一下 他們的活動 遊覽車把中央東路整個都佔據了,你看一下 這畫面太壯觀了 每一台遊覽車在幾年以前 一台的行情大概 至少要七千塊吧 那你跟他換算一下 他這活動就花了多少錢 上百台啦 有些年紀真的很大 你看一下,我覺得真的是很餘性不忍 替他們感覺到 蠻心疼的 因為老人家不久站了 然後 其實剛剛蔡英文在台上講話 就已經很多老人家受不了 紛紛的都離開 搭車離開了 現在整個中央東路都癱瘓 看一下那邊 都是滿滿的遊覽車 看一下,我們走過來看一下 一車一車的正在上車 相較我們韓國瑜的支持者 你看,都是自動自發 完全自己解決交通 有搭高鐵 有搭火車的 也有自己開車 也有甚至走路來的 不需要這樣動員 你看這整個 畫面 壯觀的遊覽車街 所以這個 動員來的才是 熱情自己自動自發來的 其實這一比較一看就知道了 滿滿的遊覽車 這邊 對街都是人 準備要 依序上車的 動員來的這些 蔡英文的支持者 活動的現場 支持者 好 給大家分享 我是二哥 祝大家晚安